赵大哥,在家吗? 杨叔叔,你怎么来了呀? 叔叔去县城卖东西,刚刚回来,半岛上有人接住我,让我留下所有的东西,幸好小灰跑过来帮我吓退了他们。 去县城卖铁器吗? 赵大哥,我今天就是带了些匕首去卖钱,来了一拨人,他们一下全卖走了,所以回来的早。 知道那些人是谁吗? 呃,我。 呵,起义军吗? 呃,出现蝗灾的不仅有我们朗州,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闹计划,有人斥责是当政者不忍,所以便借着由头起义,听闻现金小有规模了。 你觉得现金起义军最缺的是什么? 嗯? 最缺什么?不会是武器吧? 合作吧。 赵大哥,合作啥样? 对这些零零散散的起义军来说,他们最缺的其实是武器。 说完,赵恒就拿着自己设计的长笔,短笔,还有一些小型暗器的图纸,给洋铁匠讲起了其中的奥秘。 而此时的阿宝,压根不晓得,他爹的财路又开辟了一条。 为什么我看着这些图纸,就有一种要发财了的感觉? 阿宝,人呢?院子里怎么这么多东西啊? 娘亲,我在里面挖。 近期村里,来过几拨匪徒,都是为了粮食而来,被赵恒很轻松的都给解决了。 村里人为了感谢赵恒的帮助,纷纷赶过来送东西。 这匪徒有二百多号人,那些人现在在哪里?你放走了? 还能去哪儿?送到林子里种树去了。 还好,没有浪费,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下一波,希望人再多一点。 倘若每天干活的人有五百的话,那么不用几天,那林子就会被收拾干净了。 明年春天,又是生机勃勃。 昨天桃花村那边,也喜提了一百多号劳工,全加入了建设队伍。 你现在怎么还有闲心,去管隔壁村的事儿了? 是村里的老组长来求我帮忙,说桃花村已经嘎了几个人了,我就顺势提了一个条件。 什么条件? 村里立下规矩,从今往后,轻视女子者,不得好活。 这十里八村,都是重什么轻什么,且尤为严重,要不然也不会发生之前的种种。 赵恒要让阿宝活在一个安全的大环境里,即便前途漫漫。 晚饭过后,一家人在院子里面乘凉。 赵阿宝,你蹲在狗窝前做什么? 爹爹,小灰还没有回家吗? 平时不管小灰白天怎么出去,晚上肯定会回家里来的。 可今天,为何小灰还没回来? 春娘,我出去一趟。 小灰,有可能出事了。 阿宝,先回屋子,我们在屋子里等好不好? 好,阿宝听咕咕的。 赵恒在狼群的指引下,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山坡上,眼前约莫有二三十人。 是你。 将军,我是来找姐姐的。 你算他哪门子弟弟? 你又算他哪门子丈夫? 听闻,你眼瞎的几年都是他在照顾你。 你算什么男人? 呵,下次再捉我们家狗,我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客气了。 说完,赵恒就带着小灰离开了。 大哥,还要去找阿金姐姐吗? 听说阿金姐姐收养了一男一女,我们要不要准备些礼物啊。 为首的王静站在黑夜中,并没有说话。 你今晚到底碰见谁了?让你这么不高兴? 在一起这么多年,王春娘一眼就看出赵恒现在心情很是不爽。 王二狗? 二狗?王二狗?你碰见了二狗? 哈哈,你别一口一个王二狗。 跟着咱们从军的第二年,他就改了名字,叫王静,算是我弟弟。 春娘在军中当将军的时候,名叫王静。 行军经过湖州的时候,他就下了一群少年,为首的那人就是王二狗。 呵。 爹爹,王二狗是谁呀?是狗蛋的亲戚吗? 是只狗。 是什么狗狗啊?像郭郭喜欢的长毛一样吗?还是像大喜家的大黄那样的啊? 你娘的哈巴狗。 哈,娘亲,你什么时候有只哈巴狗呀?我怎么没见过呀?是不是走丢了啊? 爹爹,你没把哈巴狗一起带回来吗? 少管闲事。 可是,这可是娘亲的狗狗啊,爹爹为什么要丢了呀?娘亲,你就不管管你的将驴了吗? 赵阿宝。 阿宝的十万个为什么又开始了,赵恒只能开启自动屏蔽功能。 第二天,赵恒夫妻俩带着阿宝和杨大宝天不亮,就朝着县城出发了。 干爹,你咋这么早出发啊?我都没睡够觉呢。 阿宝要去吃早饭。 阿宝没说要吃早饭了。 你别说话。 哼,酱鱼爹爹。 阿宝,听说县城早餐有混沌,烧麦,油条和香的流油的大肉包子哦。 哇! 是啊,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呢。 天亮的时候,王金在赵家门口,敲了半天的门,一点动静都没有。 嘿,我就不信邪。 谁这么缺德,把酒罐子放在这里啊? 哎哟,啊! 啊? 此时,阿宝正在逛博庄。 阿宝,我喜欢这个颜色。 大宝胖锅锅,这个颜色不适合我啊。 娘亲,这个布摸着很舒服呢,滑溜溜的。 好,那咱们就要这个了。 买布找伙计,购买店里99%的布,都不需要找我。 叔叔,可是那个叔叔说找你吧? 嗯? 找我。 管事伸手朝着那布条摸了过去,然后人立即清醒了过来。 这可是月光景,现在布装里仅剩两匹了,其中一匹刚刚已定给赌房的年老板。 瞧着这一家字穿得很是朴素,明显是买不起的。 你们,应当,买不起。 叔叔,我爹爹有银子,我爹爹给我买得起。 这胖蹲儿身上穿的,果然也是月光景的料子。 管事儿,他惊诧地看了眼,只得带着一家三口上了二楼。 二楼是专门接待贵客的地方。 年老板正悠闲地坐在二楼,等着伙计给自己裁这匹月光景。 你们怎么随便将人放上来了? 听这声响,应当是有小孩不小心跑上来了。 您稍等,我去瞧瞧。 年老板,这家人也是来买布的。 一群乡下人,买什么不需要来二楼? 这胖蹲儿怎么自己就跑过去了,那可是年老板啊。 这县城最大赌房的主人,完了以后再也不用做年老板的生意了。 管事儿的看到这一幕,人都要跪下来了。 叔叔,你也在这里啊。 咦,是你。 这胖蹲儿在这里,那,那位煞神是不是爷? 你也来了。 嗯,将管事儿,把我这皮布也包给这位爷。 你去小花楼说一声,就说赶明儿我再送。 爹爹,小花楼是哪里挖? 今天已经听见好几次了呢。 卖猪米供的弟儿。 一旁,年老板听见这回答,一口茶水差点喷出来。 叔叔,你去那里做什么呀?买猪米供吗? 银子付了,包好我们就走了。 将管事很快打包好,将东西恭敬地递给了赵衡。 年老板看见赵衡一家人离开后, 他才彻底松了一口气。 之前为了还那江树生的救命之恩, 给赵家儿子下套, 结果这尊杀神一个大嘎四方, 赌房整个都被引走了。 若不是我苦苦哀求, 那还有我什么事? 娘亲,我冷。 阿宝,这么热的烫, 你还是觉得冷吗? 我冷了。 这都还没力冬, 阿宝怎么这么冷? 既然老药王都说从脉象上, 探不出任何的问题, 那阿宝的冷,可能跟他的身体无关。 是不是又是林子那边的问题? 可是, 线下也还没到冬天, 阿宝头发花黄, 掉头发我可以想得通, 毕竟一夜之秋, 可冷呢? 阿宝为什么会这么冷? 难道是林子里的土冻住了吗? 王春娘想不通, 赵衡也想不通。 爹爹, 是不是冬天要来了啊? 会下雪吗? 哦! 阿宝说, 冬天快要到了, 他身子发冷, 难道是因为小人身没办法承受住过冬的寒冷吗? 春娘, 我出去一趟。 接下来的半天里, 赵衡在院子里, 用能找到的东西搭建了一个简易的温棚, 里面种上了菜, 以及阿宝的好儿子。 这大冷的天, 您咋来了? 有事让人通传一声就是了。 我买的那个货站, 一支商队刚从京城回来, 瞧见了锦州那边的官府正在呼吁大家收拾柴货准备过冬, 说宫里那边传来消息, 今年会有寒冬。 寒冬? 现在距离立东不过十几天了, 如果此事是真的, 该立即准备了。 你们既然知晓我之前的身份, 我也没有骗你们的必要。 只是, 赵衡这些说辞自然是骗先令的, 他只是隐晦地找个借口, 让他们通知朗州的百姓们准备渡过寒冬。 至于这个寒冬有多寒, 他也不知晓, 他只知道他的闺女已经快动得不行了。 是, 是, 我这就派人去安排, 您放心吧。 大人, 您觉得他说的话有几分针? 快去吩咐人通知各个村落的李正, 此事耽误不得, 就咱们查到的资料, 这位爷是个咔嚓起人不眨眼的, 能让他跑一趟, 这消息十有八九是真的。 赵衡, 昨天半夜, 阿宝又给冻醒了, 你这弄得温棚也不起作用啊? 阿宝还是冷, 那就说明, 跟温棚里的那根小人参也无关。 那为何阿宝还是那样冷? 难道是因为冬天要来了? 可阿宝也不是动物, 也不需要冬年啊, 况且, 山里长的人参, 也不会因为寒冬就消逝。 我再试试别的办法。 阿宝晒了好一会儿的太阳, 人也有精神了一些, 他哒哒哒地跑到王春娘的身边。 娘亲, 今天出太阳了, 暖和多了。 嗯, 过来, 你爹给你买了个好东西。 是什么蛙, 快给我看看。 你爹给你买的汤婆子, 你抱起来试试, 娘在里面给你放好了碳。 娘亲, 汤婆子热乎乎的, 很舒服, 也不烫手。 先用着, 你爹这两天, 再在家里弄个地笼。 小人身就在温棚里, 阿宝的冷却没有任何变好的迹象。 所以, 阿宝的身体变冷, 跟小人身无关, 跟林子无关, 有可能是要变天了。 对, 之前, 要下大雨的时候, 阿宝也提前知道要下暴雨。 看样子, 植物对天气的感知很敏感。 是啊, 能让阿宝反应这样的, 这个冬天, 该有多冷啊。